日本職棒独卖巨人 1934年成军 是日本第一支職業棒球隊 2024年艦隊90周年 将来台湾举行两场海外交流赛 提到巨人队跟台湾有关的知名球星 球迷一定先想到世界权力打王王真志 还有亚洲巨炮吕铭刺 另外还有2005年加入的江建民 是2007年巨人队在主场 东京巨蛋开幕战的先发投手 廖润磊则是在2016年 日本職棒选秀会上 以第七指名加入巨人队 前旅日球员杨戴刚 则是在成为自由球员之后 跟巨人队签下五年合约 追凭日本職棒FA最长年限合约 爱谁特别准备了我们东京的香蕉蛋糕 香蕉蛋糕象征这个中兴兄弟的主色调 弯弯的这个造型 也就像是中兴兄弟的外号爪爪 也一句用心 独卖巨人军90周年纪念台湾市盒 场地选在台北大巨蛋 2024年3月2号3号分别跟中兴兄弟 以及乐天桃园交手 其实早在1990年巨人军就曾经来台 跟中华职棒球队比赛 但明年的交流赛 是首度以全义军阵容出赛 包括2022年新人王终结者大士 都会在出赛名单内 球场是広的 但是 我还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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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还记得了 我还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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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我们那一场的表 已经是 那个卖完 对 然后 希望可以 赶快期待 那天的到晚 然后表现给大家看 那位神说 他们跳卖完 然后如果来不到的贴 来买我们这一天的比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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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